大家好,我是青木,接着上一个视频 第一款,墨法斯井 墨法斯井是墨法斯出的一个超白井 这个井非常的艳丽,非常的亮 因为墨法斯本身这个品种就是在这些大补货里面是最油亮,最黑的 特别特别好看,这个品种也非常的好看 我买的这颗呢,当时买的时候价格一般吧 那我买的时候65块钱 买回来这一段时间,后来这里屁股抱了非常多的窄 我就把几个窄给砍下来了 像这样的井一般是非常难度下的 特别我下面买的这个井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把三个小侧子,刚好那个侧子有点长了 我就给砍下来,砍到价格这边这上面 现在墨法斯井又便宜了很多 像我们原来买的这个价格,现在可以买到一个那种石森的 就是已经发好根的 而且还能爆出一大圈那种小侧芽的那样的型号 第二款黑金刚 黑金刚是由水墨化变异出的一个品种 同时水墨化呢,又是由黑暗萝莉变异出来的 水墨化也是由红富伦,好像是先由红富伦变异嘛 不管它是先由哪个,它都是由黑暗萝莉变异过来 水墨化这系列的就是水墨化 包括变异出来的这些黑金刚,红金刚,墨亚呀 这些普遍来说是在这种红富伦这大系列里面是比较好养的 除了红富伦那个分支啊,那个比较艳丽那种好看的那种,那种的话没有那么好养 这个品种黑金刚能出到非常黑的颜色 那个叶片控嘛也能控的非常的圆润 红金刚和黑金刚很多时候是分不清的 只有它出了状态,那个状态偏红一些的 颜色没有那么深黑色的就叫红金刚 比较偏深黑色的就叫黑金刚 所以大家买这个品种嘛 其实任意买一款就行了 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 还有一款叫做墨亚 我懒得过去那边拍了 我那里也有一颗 墨亚呢就是比这个品种稍微尖一些 那个叶形更尖更细 它也是这些品种的变异 那个颜值各方面啊,我感觉没这个黑金刚那么好看 第三款,美杜莎 美杜莎是由欧洲紫阳荣变异的一个超白金 美杜莎相对来说在这些带颈类的里面是非常艳丽 非常容易上色的 它上色比那些女巫要优秀很多 这个品种在咱们这边度下一般吧 就是中本片上那种 美杜莎有好几个样型的 像那些特别特别黑的油亮的那种叫黑金美杜莎 那些咱们买的话就尽量不要选这些 因为这些它是美杜莎一个可以理解为残次品 那一类呢是比较难度下的 而且生长也是非常的缓慢 还有一种就是美杜莎的樱花见颈 也就是中间那条叶绿树非常细的那种 那种的话度下率也会更加的困难 第四款,雅典娜 我们乍一看好像它就是女巫 因为雅典娜出状态以后和女巫是一模一样的 是区分不出来的 因为它们都是少修出的一个超白金 只是说雅典娜这个品种整体来说那个出井的时间会比女巫要慢 因为它对这个阳光各方面的需求要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雅典娜这个就是中间那道绿色比较宽的叫雅典娜 中间那道绿色比较细的那些商家还会起一个名字叫做洛神 最开始那火在云南那边就是叫洛神 后来到了这个徐州还是到哪边 后来慢慢的又叫雅典娜了 还有中还有那些井没有的就是全井的 大家可以看片下面那里就是不带有这些阅历树的 这些呢就叫做香飞 这个香飞呢它就特特别特殊 正常来说咱们这些带井类的法师啊 比如说是全井的这个头它是渡不了下的 比如说你砍下来让它单独在不依靠这些法师 其他的那些装上面的话它是渡不了下的 但这个香飞就特别的特殊 它是可以正常渡下的 因为香飞呢它一到了夏季那会 它又返回韶修那个绿色的 就是正常韶修那种颜色相当于退井了一样 所以说这个就特别的特殊 雅典娜这个品种它还有一个什么 好像叫红袖还是叫什么来着 所以这个名字特别特别乱 其实指的都是这一个品种 因为这个品种特别容易变异 养着养着它就变了 所以说没有特别必要去 你就要要这个什么洛神了 又要叫什么香飞雅典娜了 其实它很容易变的 这些雅典娜它都能出现洛神的头 都能出现香飞的头 第五款欧加利 欧加利是欧洲紫阳绒变异的一个黄井 这款欧加利呢其实养护还行 这个品种其实特别好看 它出的这种颜色嘛 在这些所有的带井里面非常的特殊 有这种帝王黄的那种感觉 这个品种它比美度沙奈好度下一些 到了夏季 它也是会退井的 蜕变成欧洲紫阳绒那个样子 第六款红颜 红颜是红富伦法师的一个变异 这个品种变异以后 它整体的叶形更加的圆润 这个品种也是非常难度下的 也就是红富伦这一系列延伸出来 很类似的这种啊 都是非常难度下的 在北方地区都还好 这个品种呢 它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右边这一颗 这颗叫做美积 这个美积又是红颜的一个变异品种 它出状态以后比红颜又颜色更深一些 我这里的这些状态普遍都还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天气整体来说也没什么阳光 这个品种也比较难养 第七款鲜末 鲜末是水墨化变异的一个超白井 这一个品种其实整体的感觉 那个叶子还比较细长 也可以养成这种波浪的形式 只要咱们给水给的足一些 我这颗当时度下那伙就是一个 这种木质干的这个单头来的 度下以后我这边就是冬季嘛 浇水浇的比较多 冬季现在到现在春季又长得好 很多头了 那个竹头也长得非常大了 这一个品种整体来说 度下也是和那种有点和美杜莎 那个差不多吧 就是中等片上那种难度 比红富伦那些肯定是要简单一些的 第八款金丝翡翠 金丝翡翠是绿阳龙处的一个井 这个井是白井还是黄井 我也分不清楚 最开始它是由夜宁变异过来的 因为夜宁法师就是由绿阳龙法师变异 夜宁法师和这个很相似 它的夜型比较长 所以可能没那么好看吧 所以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主推主卖 这一款 这一款的夜型整体比较圆润一些 这一些偏绿色的井 包括现在相对还比较贵的绿玫瑰金也是 这些整体来说就是这种绿色两边有点偏白黄的 我感觉它们都没有夜宁闪好看 夜宁闪还便宜呢 比那些大虎货都还要便宜 出的状态比这些都好 第九款维纳斯 维纳斯法师也是由红富伦编译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编译的根呢 它们都是由黑暗萝莉 这些一反组以后都会反成黑暗萝莉那个样子 这个品种也是会养成带有波浪感的 它和五天机有一定的相似 但是它的波浪呢就没五天机那么好看 这个品种也非常的难度下 第十款美亚 美亚它也是红富伦这一系列里边 我感觉它是最成熟的一款 这一款整体来说比红富伦这延伸这一系列的 相对来说会好度下一些 而且生长速度也会快一些 这个品种整体的叶形相对还 也不是太细太长 它就是比较宽 宽长大这种 这个品种一般吧 就是和美杜莎这种度下程度差不多 它比红富伦那些稍微好痒一点 它具体是红富伦的变异 还是由黑暗萝莉的变异 这个我有点搞不清楚 反正它们都是由黑暗萝莉一系列变异过来的 属于黑暗萝莉的一个超白景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 再见 阅